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要立志 昨天提到古人留的一句话 事先气势 而后文艺 我们看到这个气 心量 劝发菩提心文语里面讲到的 众生借静 菩提道成 如是发心 明知为大 是吧 这个就是气量 那代表在修学上 在弘法上 它的动力 就是但愿众生 得利苦 不畏己身 求安乐 这是它的动力 所以老法师 他93岁也在给我们表法 还在联合国 在国际间 不持劳苦 所以我们真看懂了 那我们应该 那我们应该当效于佛 常念施恩 老人家都这么劳苦了 我们还不愿意承担 那情何以堪呢 好 我们要实时勘验 自己的存心 我们说不忘初心承担使命 那这个初心 容不容易保持 昨天有跟大家 提到了凡事训的一段话 老法师曾经说 他学佛 得到了凡事训很大的利益 他老人家拿到这本书 看了很多遍 所以有建议我们 初学 了凡事训要看几遍 好 这个变数啊 我们暂且不提 请问 为什么要让我们读了凡事训 明理啊 里面很多理讲得很臭啊 是吧 那我们要真的读了 最少读个一百遍 才知道为什么老法师 让我们读这一部书 首先我们要知道 利命 怎么改变命运呢 不知道怎么改变命运 不要说利益众生 人生都是 酬业而来 俗话讲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 好像 遇到一些情境了 自己都做不了主 被业力牵着走 有没有 比方说明明不要生气了 还是生气了 而且一饮一拙 莫非 前定 扭转不得 了凡先生也是熟读经书的人 他转动没有 该考第几名 还考第几名 好 那假如请教大家 了凡先生怎么改造命运的 行善积德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老实听话 改过 未论行善 可是他是怎么看到自己过的 云古禅师 也是个很高明的老师 他问了凡先生 辱智揣 应得科蒂佛 应生执佛 接着写什么 无追省良久 从这里开始改变命运的 假如了凡先生 这个云古禅师说 你就是脾气大 你是爱喝酒 了凡先生 嗯嗯 要你管 要你管 你看这个云古禅师 够不够柔软 够不够善巧 内行人看门道 了凡世讯 你得看懂 大手笔 大卡司 不要只是会看好莱坞电影 了凡世讯里面的教诲 你真看懂 放在心上 你处世带人接物 不会有烦恼 里面都教了 你们不相信 我再讲一段 其顺在雷者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个地方都在争 你看 与了凡先生 神交顺王 侧然哀之 顺王看到老百姓在争 他的心 什么感受 怜悲怨众生的堕落 有没有指责 没有 网恶 语焉 这叫 诗色 同事啊 跟他们一起做 看到别人让了 赞叹这个人 自己带头去让 做了多久 一年 整个风气都相当 所以也是提醒我们 在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是什么 自己带动 然后接着你看 了凡先生 画龙点睛 以顺之明则 岂不能以一言交众人哉 顺王 智慧高不高 变才 好不好 他可不可以用讲的 他为什么不讲 留给后世几千年后的子孙 领悟学习啊 请问大家 到我们这个时代的 靠讲 有没有力量 反效果都有可能 因为一讲 人家马上看 你做到没有 反而 后面人家还觉得 你都只会讲而已 力量都没了 乃不以言交 而以身转之 此良公苦行也 辽凡先生把顺王的心法 都领会了 有没有 而且他不偿师 还供养给我们 接着是他的智慧 他以一个顺王的势力 洞察在末法时期 如何处事待人 所以他说 无备处末世 这个末是什么 末法时期 物以己之常 而盖人 物以己之善 而行人 物以己之多能 所以末法时期 你不能有那个 想要去教育别人 你由那个高下见一出来 一般人不能接受了 所以为什么师父说 李老告诉他 你们这一代是 跪着把佛法送出去 我们还能几只惨盖人 几只善行人 那你就去做吧 不干我的事 我们已经商量过 取得共识了吧 到我们这一代 趴着是吧 那趴着怎么会 以己之常盖人 己之善行人 己之多能困人 收敛才智 若无若虚 还不止 见人 修善 见人过失 寒荣而 掩覆之 更不可能去张扬别人的错 一则令其 可改 这厚道 一则令其 有所顾忌 不敢中 人其实都很敏感的 他知道你知道 你又不讲他 他就蹬着你 实实盯着你看 你不好他不讲 见人有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幡然舍己而从之 就是 人家有过我们不讲 对方也知道 人家有好 马上赞叹他 他感受到 你对人 是恭敬的 对他 是 为他好的 都不扬 他 都不扬他的 恶的 善你还赞叹他 所以普贤行 只有赞叹 没有 毁谤 这是信德 我们用 真信 处事 自然能把别人的 信德 给唤醒 且为厌称而广述之 你说 这一段 是不是交给我们 在末法时期 处事带人介物 请问大家 我们现在处事带人介物 容不容易 不容易啊 听话之后 容不容易 听这一段 两环视讯这一段 讲得容易 对对 说难不难 说容易 也不容易 还是在我们的 心态上 所以我们刚刚讲 了凡事讯呢 很重要的一点是 能反省自己 而反省当中啊 最重要的 扩宽自己的心量 最严重的 烦恼是什么 感情的污染 最严重的 自私之利 自私之利 不只不能改造命运 还会造很多新的业 这一辈子结束了 铁定道三二道报道了 不要说改变命运了 那 为什么我们强调 学贵立志 自利的高原呢 就像 魏忠达的故事 君之一念 已在万民 这个故事我们听过了 我们用上没有 有没有用上 每天回向啊 回向的本质是什么 扩宽 心量 可是你得真干 真心去做 不然做到最后 回向都是 嘴巴流过 上包之后 按下去 三度 六千文字 嘴巴腐体心 进嘴巴身 同身极乐果 你要随文路灌 上报 是众恩 夏季 三度 若有见闻者 西发 菩提心 然后静此 一报身 同身 极乐果 我们每天念这一句 念得跟我们的心 相不相应 一相应了 跟阿弥陀佛是相应的 阿弥陀佛是 一切皆成佛 善导大师知道我们修行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所以这个一切 念一句回向文 都是要真实心中念 你跟人家打一个招呼 要从真实心中做 今天你聆听人家讲话 那个聆听都是 真实心中去听 去学 道也者 不可 虚离也 可离 非道也 接下来 有没有想到哪一句话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明磨叶 华言经这句话用得比较重 中庸用得比较含蓄 可离 非道也 用劝发菩提心 可离 及磨叶 你一离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所以课念作圣 是我们要下的真功夫了 好 那这个励志呢 要从真实心 去做 但我们 对自己的心念 看得很清楚 老子说 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 要真正了解自己 那了凡事训 就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它从十六个角度 让我们看我们 是真善 还是假善 立人者功 功则为真 立己者施 施则为假 根心者真 习基则假 无为而为者真 有为而为者假 包含那一句 唯从心缘 隐微处 默默昔地 纯是爱人之心 则为端 我们的发心 有一毫 愤世之心 则为躯 其实啊 用的这些词 都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都很含蓄 但是 像李老师讲课当中 讲理当中 很重要的一句话 差若好理 谬以千里 所以当那一好出现的时候 会怎么发展 不知不觉 会偏掉我 论语当中 为什么说 爱之欲其身 物之欲其死 既欲其身 又欲其死 是祸也 所以这句话 提醒我们 恨从哪里来的 物从哪里来的 没有爱 会不会有恨 那不是爱之欲其身 可是 可能对方不顺己 那 那个爱 变成什么 变成讨厌 变成恨 所以这个爱 本身是什么 欲 控制的念头 所以老法师一直说 要放下 控制的念头 我们去爱一个人 我们会产生 情绪烦恼 那这个爱还存吗 那它到底夹杂什么 欲 所以师父说 谁有真感情 佛菩萨有真感情 真感情是 慈悲 他没有条件 更不会有欲 所以这个经文 对我们都是很好的关照 我们都会觉得自己 我也无所求啊 我要尽心尽力来弘法 但是我们在这条路上 我们会出现情绪 一定我们有求 对哪个人有求 对哪件事有求 不见得是 无求的心去做的 善观己心 不然 论语为什么要这样提醒我们 我们那个好恶的心啊 是容易起来的 所以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很可能 我们在团体当中啊 都会发生 之前跟大家举的 党争有没有 你看突然他掌握权力了 就怎么样 就要打压对方了 范中烟先生 他们修养都非常好 所以当他被人家压 他不抱怨 等到他在位了 就有人去告诉他 你应该处置那些人 范工他们都是表达 我当时候都是卫工 对事不对人 他们不会去 求后算账 他心上没有这些东西 纯是寄人之心 则为端 都是帮助这个世界 绝对没有说要去 媚世去讨好 任何一个人 好 所以黄念祖老居士 他有一段开示 这个对我们 关照自己的发心 很好的教诲 这是老人家有一个 点滴开始 题目上 立于不败之地 有一个年轻的学生 问黄老 为什么一句佛号功德那么大 自己念佛反而比别人倒霉 请问大家 这个问题角度是自己问的呢 当下可不可以观观自己的心 一句佛号功德那么大 自己念佛为什么比别人倒霉 你看问这个问题的语气已经 把责任要推到哪去了 佛号啊 佛法 佛法已经三千年了 有问题 不可能传那么久 所以不会是佛法 佛菩萨有问题 是我们 有问题 所以佛法 不误人 但看自己 如何用功 那黄念祖老居士 年轻的时候 他也遇到 境界考验 当时候他也看到 有很多名气很大的人 怎么他的 名文立养 没有输给世间的人 那黄老就产生 觉得那佛法有用吗 又遇到当时候 蔡元培先生提倡 用美誉取代宗教 那黄老就接触佛法的缘 就淡了 他本来从小学佛的 当然其实这个也在给我们 实现的 结果后来是因为 好像是大三的时候 刚考完试 没有试作了 翻了一本金刚经的注解 就觉得 一阵一阵的清凉 就体会到 是佛法 是佛法没有误人 是我们没有一教奉行造成的 好 结果您看 黄老听他这么问 黄老说 不能只求个人名利 因为他说 我怎么比别人倒霉 所以黄老提醒他 你不能只求个人名利 太渺小了 古人有一天 不遇到倒霉事 就痛哭 这句话大家听过没有 这句要再 跟大家交流一下 黄老在另外 有一段话 凡事种种种困扰 不如意来了 都是佛的加持 而种种如意之事 都是魔的引诱 不管事情是怎么样 起码得这么看 古人有人几天没遇到 倒霉的事 就要哭 悲痛啊 为什么佛不加持我 黄老这个给我们心理建设 是吧 接着黄老现身说法 我那时一天中受的罪 分在一身中去受 也够受了 一天的罪分到一身 也够受的 而且这样的罪是受了几年 接着黄老讲一句话 这些都是入境界的人 每一句话 不可以轻易放过去 黄老说什么 不如此 不得成就嘛 这一生要了脱生死做佛 是要了结 无死结以来的业障 轮回业偶 哪有这么大的事业 轻轻松松过关 所以黄老说 他在 文革那个时候受的罪 加在八个人身上 八个人都得死 我当时听这个很震撼 这些大修行人是不妄语的 黄老又说 总要经历一些考验 不经一番寒测骨 焉得梅花 铺鼻香 好 我讲到这里好像 气氛比较沉重 应该听完这一段话以后 遇到考验 佛加持我 这一段话 不是黄老这么讲而已 我们待会影一句 偶艺大师的教诲 跟这个完全相应 当然讲到这里 黄老说 不如此不得成就 接着他老人家说 不能被眼前这些所牵引 不能被眼前这些境界 哇 倒霉事来了 就被这个倒霉事 影响自己的情绪了 然后就很郁闷了 不能被他牵着走了 所以我们进门那一段话 也是偶艺大师说的 静缘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我们心一起了 就被这个事情给牵着走了 所以接着 偶艺大师说 智人除心不除静 愚人除静不除心 等于是我们的惯性就觉得 现在这个人 我觉得障碍我 这件事障碍我 怎么办 把这个人请走 我就解脱了 把这件事拿走 我就解脱了 世间人是这么想的 是吧 我再换一个领导 我问题就解决了 真的换了 解决了没有 没有啊 因为境界是怎么来的 自己的心变了 心没有转变 怎么可能换个人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黄老说到了 不要被这些所牵引 但能转悟 则即是如来 佛法的修行 用《刃言经》的一句话 就是心能转悟 则同如来 面对一切境界 我们不被它转 我们的心都是对的 我们不被它转 接着是什么 境界就被我们转了 心能转悟 则同如来 所以你看他老人家又讲说 不是说让你把个 大的东西搬走 就你觉得这个石头 阻碍你了 搬走就解决了 不是这个概念 是我们的心 怎么对待一切境界 这个才是修行的重点 不见一法 离心别有 这就是我们的心态的对待 境界没有问题 是我的心有问题 依暴随着 正暴转 就回到根本 调自己的心 不是去调境界 也不是跟境界对立 也不是去要求 也不是去控制 所以我们入门那一句话 自人除心不除境 心计除矣 静起实有 达静本空 就能数位而行 因为你知道 一切法从心响生来 就从自己的心改起去做 你不会去强求 不会去攀缘 慢慢 你的心转了 境界就跟着转了 好 这个是 我们怎么对待的问题 所以从此刻开始 我们遇到一些倒霉事 马上转成 佛加持我了 那就事事是好事了 没有坏事了 欧益大师说到了 种种恶逆境界 尽情看作真实受益之处 这个是对待逆境的心境 接着祖师说 名利 深色 饮食 衣服 赞誉 供养 种种顺情境界 尽情看作 独要独见 不然 逆境磨炼人 顺境 淘汰人 因为顺境 用俗话讲 温水 煮青蛙 太顺了 慢慢警觉性就不见了 所以面对这些 世间的享受 要看作什么 独要 独见 警觉性要很高 那当然 大家听完这一段话 明天有一个人 赞叹你 你说你不要给我射独见 大家领会那个意理 论语说的 训誉之言 能无悦乎 意之为贵 别人对我们的赞叹 那是给我们的鼓励 我们体会人家的这一份 善心 但是我们诚恍诚恐 闻欲恐 闻过心 我们的心境 是一种战精涕力 来感谢人家的肯定 但是我们鞭策自己 自己没有那么好 还得继续努力 所以黄老在这一段 不能只求个人名利 太渺小 古人有一天 不遇到倒霉事就痛哭 想想金人和古人 差多少 年轻人又说 你看这个年轻人又说 考得好 受人尊敬 他可能是双子做的 他的思考是跳跃的 他本来是问说 佛号功德那么大 我怎么念佛 反而被别人倒霉 你看黄老马上点他的心 你的心不能只是求个人名利 太渺小了 是吧 这个人可厉害了 黄老点他 你的心都只求你自己而已 他还不甘示弱 对啊 可是我考得好 人家尊重我 这就是名利 不过他也有可爱的地方 他不藏着 想什么 啪就出来了 很直率 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 考得好 受人尊敬 黄老怎么回答 是尊敬你的分数啊 不是尊敬你啊 尊敬你的分啊 这样的尊敬啊 给我 我都不要啊 这个年轻人啊 我们听每一个故事啊 受用在哪 回光 返照 你说那是那个年轻人啊 这个年轻人跟我们 在同一个时代成长 他有的我们有没有 他在提醒我们 请问我们从小到大 读书的动力是什么 分数高 人家尊重啊 那我们不知不觉 那个动力都是名利 甚至是什么 好胜 甚至是什么 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那请问我们现在 在弘扬文化了 我们的动力是什么 假如是为众生 这个动力在过程当中 会不会气馁 会不会情绪起伏很大 不会哦 为什么会起伏 幻得 幻得 幻失 而且一得到了 又怕失去哦 那是控制哦 有一个机会可以服务大众了 抓得紧紧的哦 请问有一个比我们能力高的人 我们可不可以马上 请佛注释 马上推荐他 这不容易哦 马上余量情节就来了 是吧 寄生余 何生量 嫉妒心一起来 可能人才我们会 毁谤哦 会排斥他哦 又有一句话讲 女为悦己者容 诸位女同胞 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 这句话对我们修行 是不是一个提醒 就代表 努力的动力在哪 另一半肯定我 是吧 老法师肯定我 谁谁谁肯定我 这才是动力 没有肯定了呢 花就卸掉了 佛门一句话讲得重要 因地不争 果照欲去 好 所以这个年轻人 也很直接 黄老告诉他 你要冷静 那是尊重你的分 这样的尊重给我 我也不要 接着黄老这段开示非常好 得 得 财 学 是 量 得财 学是量 心量的量 你的量太小 心量太小 你的动力就是要比人家强 这个动力 这个动力不行 它能使你全垮下来 那个好胜求不到了就垮了 所以我们那个阴地 那个错了 到时候 求不得了 就垮下来了 要换一个新的动力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句话重要 我们要换一个新的动力 就会立于不败 你已经有一个非要 由低能到高能 这句话 黄老也很有人情味 提醒他之外 不忘肯定他一下 你有高分 你已经有一个非要 要从低能到高的能力 下面就要由低的德 低的财 低的学 低的士 低的量 到高德 高财 高学 高士 高量 完全能够做到 其实就是提升我们 服务大众的能力 不能只是说 我很发心 发心就好了 发心具体表现在哪 表现在我们 不断提升自己 服务人的能力 不然真正让我们接任务了 到时候会变成 尘世不足 败事有余 所以为什么 李老师带着 研究院同仁 深入 加文化的理念 去做 那这不就是要提升自己的 高德 高财 高学 高士 高的量 目标是什么 真正把老人家的智慧理念 落实 让世人 很有信心 肯来效法 那这不就是 供养到一切的 有心的团体了吗 这个就是一个动力 那有这样的动力 去利益众生 那所做的 都是功德 何况 还加上一个念佛 那就正助双修 一定能有成就了 好 那黄老 这一段话 对我们发心 也是一种检验 让我们提醒 关照我们的心念 再来呢 这个发心呢 可不能有条件的 曾经在 如江的时候 成德有问他 同人 老法是不做的 你们做不做 其实问这个的用意是什么 做这一件事 亦所单为 亦是什么 应该的 不是配一个条件 谁做了我才做 其实我们讲出来一句话 谁做了我才做 就是我们的性格 习气 性格里面有什么 依赖 真心一法不利 有个依赖 真心能不能陷钱 所以阿难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 因为他说 我的堂哥是佛陀 结果佛一灭度掉 他这个依赖的缘没有了 他就 精进了 就赠阿罗汉国了 所以孟子说 待文王而后兴者 凡名也 要等待有文王这样的人 带头了 才肯做 这是一般的人 若夫豪杰之事 虽无文王有心 昨天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冷静看这个时代 从个人的身心 到整个家国天下 哪一个表法 对这个时代很重要 那我们说表法的意思就是 还没有人表 那我们看清楚了 那我们愿不愿意去表这个法 比方 我们守信哥 他这个八段井 是吧 对不起 我说怎么大家都没反应 原来是我练错了 所以根本不是 是我自己的问题 他很认真教大家八段井 大家假如回去之后 到这一生结束 每一天都没有间断 可不可以表一个法 八段井真的很好 可是你要真做 拉弓就是真拉弓 那个就 双手托天 真托天 那个观想 那个坐下来 会流不少汗 效果挺好的 成德讲这个就是说 你真的把我们传统的锻炼 从今天开始练到 这个往生西方 你就能表健康的法 这些都要有人表法 现在英国汉学院 有一位康老师 他练了五十多年的太极拳 所以我们现在同学们 都练太极拳 还有练太极棍 那个温馨晚宴 还耍那个太极棍 那个外国人看了都 觉得很好 都想学这个 好 这是个表法 要有志气去承担 今天下午 会跟大家交流一个小时 汉学院介绍 所以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读汉学院 请问这个问题 跟励志有没有关 跟表这个时代的法 有没有关 对 好 那我们其实都共同 发了一个愿 为往胜 济绝学 为万事 开太平 励志 我们先谈到这里 接下来 学习内容 伦理 道德 因果 圣贤教育 五轮 五常 四为八德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这个学习内容 我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师父强调 很多东西不能变 我们就处在一个 随时强调要变的时代 有没有 创新 可是创新的本质 是什么 不然创到最后 你创了一个杀人游戏 最后很多人 很多小孩 在那个虚拟实践 去杀人都有可能 那你这个创新 会毒害多少年轻人 这种创新好吗 不好啊 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哪一些东西不能变 很多的灾难 都是因为变了 这个不能变的东西 所以四大天王的表法 很重要啊 西方广目天王 你可以多看 你看了那么多 不要看成眼花缭乱 龙是变的 另外一只手拿着什么 诸不变 大家冷静去看 现在为什么各行各业都乱 因为他把不变的道 忽略了 所以各个行业的道 就是意 就是以服务为目的 这个一撕掉了 请问现在以什么为目的 Money 人民币 以人民币 他就活在痛苦当中了 他以服务为目的 成德记得小时候 一听到 道徽 就是豆花啦 那个 有人要卖豆花的 远远就喊着 哇 我没听 啵啵啵啵啵啵 赶快从楼上 跑到楼下来 要买豆花了 然后就看着这个老先生 一勺一勺这样 哇 还没吃 香不香 他那个都是手工的 很纯啊 然后倒下去那个 糖水 然后还放了那个 做的很扎实的红豆 哇 我们赶快吃啊 他在旁边 看着我们在那笑 他为什么笑 他是笑说 终于让我赚到Money了吗 不是的 他那种笑就是 他那么努力付出 孩子吃得这么欢喜 他觉得挺高兴的 这个就是本质 我们现在看每一个 不管哪一个行业 做的 做那个行业 脸都臭臭的 然后他最高兴是哪一天 领薪水那一天 然后他每天都在 怎么还没礼拜六 怎么还没礼拜六 礼拜六放假 他在工作当中是什么 没办法 我为了钱 痛苦的 他失去本质了 以前的人 做哪一个行业 他都享受在他 服务人的价值 所以人假如不回到这个 不变的根本 怎么努力 人生都是痛苦的 所以为什么 科学家说 两三岁的孩子 一天笑180次 成年一天 一天笑 其实他已经走错路了 他把欲望当作快乐 其实是助人为乐 为善最乐 服务人是最快乐的 就像我们 这个扎根班 这些家长 工作同仁 他们辛苦不辛苦啊 你们看他们有没有 凑着一张脸给你们看 他们服务 他们也觉得很有意义啊 是吧 尤其啊 也都上了一点年纪了 想当年十六年前 陈德在台上 跟大家交流弟子规 望下去 都比我大 现在 一眨眼 不只比我小啊 小我一辈啊 才知道 时光飞逝啊 时火电光啊 人生太短了 得要警觉 念佛得利了没有啊 无常一来 能不能往生啊 这个重要了 好 所以回到这个本质啊 是快乐的 老法师说 我们古人 哪有说退休的啊 现在的人巴不得赶快到啊 我都快撑不住了 什么时候55岁啊 什么时候60岁 所以大家想一想 人生的问题 难道是社会福利可以解决的吗 所以说 听到师父说 不能变啊 我们有没有去思维过 哪些东西不能变 哈喽 道 还有没有 好 还有没有 更具体 真心 真心 还有没有 你们啊 太轻松了 所以都 对师父讲的法 没有好好去体会 去思维 这样好了 还有做一个签啊 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比方说 我现在戳到谁呢 明天我的课就让他讲 我告诉你 他今天回去 所以从海口 陈德跟大家一起交流 我们点拨率最高的一句话 责任的承担 是成长的开始 所以陈德 踏上了 祖国大地 在海口 一踏上去 接任务 第一场课 对三百个小学老师讲课 你说我从那一刻开始 还又在 又在吗 哇 马上有任务了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听每个人讲哪一句话 都是地子规 看哪个人 哪个动作 地子规 什么都是地子规 我看到马路当中 有一个人在 在咬甘蔗 拉着他的孩子 地子规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孩子 在那咬甘蔗 他妈妈 吐 吐左边 他儿子 吐 吐右边 一条风景线就出来了 我说这个叫上行下校 地子规 你们要不要做一次实验 抽完 这个人 整个半天 通通都是劝发 菩提心 所以现在 要走弘法立身的路 没有承担责任 没有锻炼 你听每一句经文 嗯嗯嗯 没啥感觉 承担一给你压下来 每句话都很有味道 好 所以承德就去观察了 什么是不能变的 为什么现在世界这么乱 第一个 教育的内容不能变 教育的宗旨不能变 读书自在 圣贤 可以变吗 哇变了 读书自在 分数 这个分数一直延伸 延伸到什么 赚钱 哪一个行业 最好找工作 赚最多钱 哇 偏了 目标偏了 学的内容也偏了 所以从汉武帝 独尊如数到现在 将近两千年 没有改过 教学的方法跟内容 一变 乱象就出来了 教不出人才了 什么不能变 经典里的话都不能变 教之道 会专 结果现在一天教几科 数学 语文 自然 有时候三科 有时候还有一天五科的都有 所以老法师在那里感叹 你不能一天教那么多 不同的内容 教乱 把孩子的头脑教成降虎 是吧 老法师说教成降虎 你不能说教成降虎 老人家的威望在那里 恳切的说 可是我们还年轻 底下很多教育界的长辈 还大你一辈 都教成降虎 所以善体会 你说副讲啊 我副讲啊 副讲你还要洞察到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年龄 种种 妥不妥当 所以讲课是活的不是死的 成德在教育界就去感受 教育不能变 其实政治界也不能变 政治取人才标准是什么 笑脸 不要说政治界啊 各行各业 你要启用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笑脸 笑就有做人的根本 脸就有做事的根本 可是请问大家 现在各行各业找人才 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学历 偏了 所以现在流动率这么高 每一个企业主管也不轻松 头很大 尤其什么时候 年关 明年到底会来多少员工 头很大 留不住人 好 所以听说也有企业说 某某知名大学学生不用 他可能是用了一些觉得 做起事来 做人做事不懂 只有一个学历而已 其实人做人做事不懂 还有个高学历啊 就更难回头了 是吧 他屈不下来 好 讲到这里 有没有学长想到什么 不能变呢 安平乐道不能变 很多人有一个论点 那当老师 那他也很有钱 人家就会很羡慕啊 那人家也来当啊 有没有道理 你现在没有钱 他瞧不起你啊 所以你要先有钱起来啊 读书人就是要表什么法 书中自有 言如玉啊 书中自有 黄金乌啊 他就是要让人家感觉到 道比世间的 这种享乐还有什么 还浓啊 事未哪有 法未浓 所以读书人 为什么古代两种人 最受人尊重 有道理吧 他们不求世间的 财富啊 欲望的享受啊 他们 传道 他们救死扶伤 所以老师跟 医生最受尊重 那其实 读书人就是 考上了他是官员 做军亲师 考不上教书 都受人尊重 所以大家要 这些不变的 不然走这条路 很多 因缘说法 会插到其他的路上去 所以 传统文化是道义 一定不离这个本质 所以很多人就说 那传统文化 可不可以 辞退员工啊 传统文化 可不可以辞退员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看你用什么 心啊 你这个辞退 他马上懂得反省 不会因寻苟且 你说只要你改变什么 这个门随时为你开 你是透过这个机会 在提醒他 就是义啊 又不是利 很多人又很敏感 没拿钱的叫义工 太拙向了吧 什么叫义工 为了道义做 就是义工嘛 你说他有拿钱啊 他拿钱是因为他的家庭有需要 你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是你这个单位的道义 照顾他 他为了 承传正法的道义来这里工作 他是义啊 你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给他一个薪水 也是义啊 又不是讲厉害 重十指 不能只看到表面 有拿钱的 就不是义工 没拿钱的 才是义工 那这种说法也很容易 让没拿钱的人怎么样 我没拿钱呢 哇 那麻烦啊 本来是要去修往生西方的西方财 一下我没拿钱 全部钱烧掉了 爆掉了 再来啊 家庭里面 外内未证 何而有别 能不能变啊 大家思考一下吧 我就不说了 还有呢 承德的观察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啊 去观察 我们刚好有机会一点出来 人家印象就深了 男人是天 女人是弟也 结果现在 弟也要去做天的工作了 那小孩 变成什么 没有地了 变成两片天 所以这个小孩 很纠结 还得要查颜观色 我现在到哪一片天 比较好啊 结果没有立锥之地 没有得到母亲充分的爱 她有没有安全感 所以现在要找到 有安全感的人 容易不容易 现在要找到 不缺爱的人 容易不容易 所以啊 苦人有高度智慧啊 通达人性啊 很多东西不能随便变 再来还有一个 最近陈德观察 请问各行各业的人才 去念大学 可不可以培养出来 所以 陈德念师范学院的时候 我们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老师非常好 很有爱心 他说现在的电脑 可以寄的东西 比一个老师 多不知道多多少 那请问电脑可不可以取代老师 其实大家冷静去看 各行各业的真正人才 都不是读了哪一所专业 科系出来的 是什么 手把手 带出来的 这个能不能变 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是心法 都是道 这个怎么传 所以大家看一道 请问 刘毅泰是怎么传心法给 许俊的 他最后怎么样 他的身体都奉献出来了 这是不是给他的学生 最好的一课 心法 只为了病人离苦 自己的生命都可以奉献出来 其实应该还可以再剪一段 我再想一想 我觉得有好几段很重要 其中有一段是 许俊第一次 跟着刘毅泰出去开医 出去就诊 结果一个病人 背上的浓疮很严重 都发臭了 结果他一进去 那个许俊 臭得掩住鼻子 突然看到他的老师 直接用嘴巴就去 把那个病人的脓吸出来 对他非常的震撼 所以他的老师告诉他 要当一个什么 新医 感应不可思议 我们假如真发愿 要承转文化 会有真正好的姻缘 手把手把我们带起来 这是刚刚 跟大家聊到 这个学习的内容 不能变 包含学习的次第 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辨 这是解 笃形是形 其实说了那么多 都离不开 信 解 行 证 信 帮助解 你有信心 不动摇 你才愿意去深入经典 深入善知识讲的 这些教诲 解 行 证 我们都知道 佛菩萨是同体大悲 大家相不相信 那你体会到 佛菩萨的同体大悲了没有 那请问体会到的人 会不会觉得孤独 那我们在修学路上 会不会觉得孤独 那到底体会到没有 有啦 深不深 所以这个解形 性 解形 正是体症 体症也有深浅 而且善于去观察的人 你会有很多的领悟 你看老法师一生 他不攀缘的 他不强求的 结果你看他最后上了联合国 他真的证明 他的一生是什么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我们观察 有很深的体会了 会不会用在自己身上 还操不操心 你体会越深 越不操心 很多路 不是你一定要自己走过 然后撞了一下 真痛 我也遇过一些年轻人 他都跟我谈说 人生 总是要去体会过 酸甜苦辣 他印象才会深嘛 有没有道理 好像有点道理 问题是 你有把握 尝完以后还回得来吗 你有把握吗 再来 请问你就是 这一生 才开始尝吗 你以前尝过没有 有一次 有三五个长辈 那时候我才三十多岁 他们已经五六十岁了 他们就跟我说 你没有结婚 怎么我们夫妻的事 你都知道 他有这个疑问 那陈德就跟他说 我这辈子没有结婚 上辈子有结果 再来很重要的 我有观察我的父母 观察长辈 那是我们去观察的 你就会有所领会 所以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下去 才懂 不一定 所以一心观理 你看用了哪两个字 观 观察 观照 会观察师父 你会少走很多弯路 这也是师父最希望看到的 为什么要发给身边一些 发愿的地址 九十年谱 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走他的弯路 陈德观察过 佛菩萨对任何一个人 甚至任何一个地区 都是同体大悲人质意境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可怜人 为什么还是这个地区灾难那么严重 因为没有听话 所以我们在成长过程 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危难 父母也知道 可是我们不听 他们只能怎么样 等待时机 有没有这个情况 有啊 所以 父母对我们是这样 善知是佛菩萨对我们一样 我们一不听 没有办法 我们什么时候是不听 我们常有烦恼的时候 就是不听 听 一句话一进来 正念现前 邪念就污染不上了 所以学佛我们假如没有 往这个人生最高的享受 好像越来越少烦恼了 越来越少情绪 不是这样的话 那路不对了 应该是越来越少才对的 所以听话就有福报了 当场就不用受这些轮回苦了 所以真的佛菩萨是同体大悲 我们要坚定地相信这个真相 随时提起佛菩萨的教诲 就不用再遭难了 再来是学习的方法 其实也是跟大家一直在交流的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读书千遍 其意自见 走的是开悟的路 开智慧的路 接下来是学习的观念和心态 那我们跟大家交流 第一点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自己烦恼吸气 而我们随顺佛菩萨的教会 经典就是佛言 戒律就是佛行 禅是佛心 这三个也是什么 一个 心跟言是二吗 心跟行是二吗 不是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那我就跟着佛经 好像是佛牵着我的鼻子走 不是的 佛经都是我们本有的信德 所以我们依照经典去做 就是随顺我们自己的信德 随顺佛菩萨 其实也是随顺自己的真心 其实也就是不要再糟蹋自己了 第二点 老实听话真干 这一点也不容易 那老实 所三个条件 我们这个时代不守啊 真的要走开悟的路 不容易 那只能听 一个老师讲 我们依止的是老法师教会 那我们也有很多同学 他们依止 上师 依止 善之士 老法师也教导我们 你对谁百分之百的信任 你可以依止他 可是前提是什么 他是明师 你说我百分之百信任他 但是你没有判断他是不是明师 那是搞情子 阿难问世佛吉凶金说 从明师受戒 不是有明的明 是明白的明 代表他修行已经是什么 过来人 第一次 跟大家交流的时候 成德讲了一段 老法师 九九年七十三岁的时候 讲了一段话 他老人家说 我随时都可以走 凭什么 世出世间法都放下了 当然重点在放下是功夫 那我们要思维一个问题 老人家七十三岁就生死自在了 请问他 目前还留在世间多久了 二十年 一个生死自在的人 继续留在这个世间 做什么 佛菩萨让他留下来 度众生 所以他所做的事 都是这个时代 最根本最重要的事 我们很有福报 第一个 你听他老人家 现在给你开示 是已经二十年前 就生死自在的 还在跟你讲经说法 那每一句 你要不要当宝贝啊 那里面又加了他 二十年在这个世间的阅历 锻炼 洞察 这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听他教诲是福报啊 再加上什么 跟着他一起做 弘法立身的事 那老人家有大智慧 他看得很远 他知道要做哪些事 是最急的 最根本的 影响最长远的 跟着他老人家做 都是积累很大的功德 这是福报 所以像我们有同学 他们的上师 二十多年前就见过老人家了 九几年就见过了 他们的上师就 深深感觉到 老人家一心一意 真心实意 为了振发救助 然后因为他们 弘法一路过来 知道在这个时代 弘法太难了 所以当看到 老法师办汉学院 他就极尽全力 让弟子们 一定要来响应 这么难得的 弘扬汉学的因缘 所以他们的上师 不简单 看得懂老法师 在做什么 也表演什么 身占身 这是重要的表演 若要佛法心 唯有身占身 那刚好有机会 跟他们的上师沟通 可以感觉到 他们的上师 看这些学生 个个也是猪 宝猪 如猪被拙 悬在高床 都期望这些年轻人 因为这些年轻的孩子 虽然只有二十岁 很多时候他们的因缘 可能读经 都十来年 在我们神州大地上 能有二十岁 就读十年经书的 多不多 不多 所以他们的老师 他们的上师 竭尽全力 要护士他们 上弘法立身的路 那承德就说 那上师 您是主啊 主伴圆融嘛 这些孩子都是依止 你的教诲 那他们上师就讲 到你们那了 你们是主 我能配合什么 你随时跟我联系 你看 主伴圆融 所以上师也是交代 你们到了汉学院 依止老法师的经教 去深入经藏 好 这个是跟大家讲到 第一个 老实 但陈德还有观察到 一个现象 也是 我们彼此要高度警觉 我曾经听一位 也跟随老法师几十年的 然后他就分享 其实这样的同修 他的意念里面 他都觉得 我这一生 就是依止老法师的经教 可是真正事情出来 他不见得能看到 他当下这一念 没有依止老法师的经教 他就说 来到我面前的缘 我就应该受啊 那他是一个主管 主管有用人的权 权利 结果他启用一个人 人家跟他反应 这样的人不行 他说 来到我生命中的 我都要受 而且他说 某某人跟我讲的 请问大家 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他用这个主管 这个主管已经出现了 来到我面前 我要受啊 夏年居老居是说的 随缘顺受为忍辱啊 有没有道理 请问 这一个说法 是不是老法师教的 不一定 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自己都觉得 我都跟着老法师 可是我们所想 我们所说 所做 不见得 这个得要 勘厌自己 而且佛法是圆容的 你不能指一法 只要另一句 跟这一句 不圆容 这个理解就是错的 群书是要里面 特别强调 用人要什么 知人善任 你怎么说来了 他已经要让他做主管 反正我 他是我生命中该出现的 我就要受啊 你要受 可以不让他当主管吧 那个圆是你能够应对的啊 你是要跟他结善缘 跟他结恶缘 跟他结法缘 跟他结师生缘 还是君臣的缘 还是朋友的缘 都是有缘啊 你用错一个人 到时候他又习气作主 那么多人都生烦恼 最后还对团体产生反感 甚至于对你产生反感 因为是你用的人 那这不就没智慧了吗 不缘啊 所以佛心是缘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 子文来学 未文网交 有吧 还有另外一句 为诸树类 做不请之有 那请问是去 还是不去啊 这是缘的哦 好 大家多去体会 不能自己误篇 那这一节课呢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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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